2月5号晚,由伍大静、任紫薇、范可馨、屈春宇组成的中国短道速华接力队在混合团体接力决赛勇夺金牌,为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赢得了开门红。 赛后,伍大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希望中国的开门红能继续红下去。 然而,此次中国队的手金可谓是来之不易,在半决赛时,中国队只获得第三名,面临淘汰风险。 裁判在回看比赛后,判定同组竞技的美国队、俄罗斯奥委会队犯规,导致中国队员多次被阻挡,继而取消了他们的成绩,中国队晋级决赛。 谈起等待裁判判罚时的心情,伍大静说,他也不知道结果如何,只有与队友互相鼓励。 中国队在决赛上位于第四岛,从开局第三名的落后一位追赶至第一名。 五大静一度大幅领先,但在最后一拳的比拼中,险些被意大利队超赶,但他抵住压力,以2分37点348秒夺冠。 赛后,加拿大队因从后面推人犯规,取消比赛资格。 据悉,这是五大静连续两届冬奥会,有金牌入账,也是任紫薇、范可馨、屈春宇首次登上奥运冠军领奖台。 截至目前,中国代表团自参加冬奥会以来,共获得14枚金牌,短刀速滑贡献了其中11枚。